欢迎收看安兵数甲频道 欢迎订阅分享给您的好友 排名第10的是土耳其空军 他是北约第三大空军力量 地位仅次于美英两国 作为中东第一军事强国 他曾在对续战争中 一次性出动60多架战机 来轰炸两个邻国 这一举动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此前 眼看着西方剿灭伊德利普的反贼 已经近在咫尺了 但谁也不曾想到 土耳其突然横插一脚 不仅为反对派提供大量弹药 和武器支援 竟然还亲自出兵叙利亚 就在前不久 土耳其空军大规模出动60多架战机 分别向叙北部和伊拉克境内 三个地方分布的 80多个库尔德据点进行了轮番轰炸 此次行动破坏了续方153辆坦克 摧毁了8架武装直升机等武器的同时 一举歼灭了续方约2557人 这就不难看出土耳其空军的 真是实力了 目前土耳其空军兵力就有6万多人 还拥有各类型战机900架 此外 他还向美方购买了100架F35隐身战斗机 因此土耳其空军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第九位则是埃及空军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埃及的惨败而告终 但埃及人民绝不服输 为了收回西奈河恢复时期 埃及早早地就计划好利用空气 来挽回颜面 即便当时埃及能战斗的飞机很 少旦在1967年7月14号 埃及还是集结了米格17战斗机 又出动了10架米格21战斗机护航 空袭了驻扎在苏伊士运河 南部的以色列坦克和装甲部队 这次军事行动以埃及大获全胜而告终 他记录了以军两架战机 第二天 埃及再次重演了空袭胜利的结局 埃及空军兵力只有5万多人 是全世界拥有F16战机最多的国家 战斗力主要是228架F16系列战机 和46架阿帕奇直升机 它是北非国家中实力最强悍的军队 第八位是有中东地区的 小霸王之称的以色列空军 从建国以来 他就常年被战争乌云笼罩 第一次中东战争中 以色列空军就表现了 极其强悍的战斗力 当埃及军用侦察机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的 闯进以色列领空时 以军立即派遣战机进行拦截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就快刀斩乱麻地打掉了五架埃及战机 取得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首次胜利 目前以色列共拥有900架飞机 其中包括300多架战机 同时 他还向美国申请采购了50架F35战机 以色列空军绝对是中东地区中 不好招惹的存在 第七位是世界老牌空军力量之一的 英国皇家空军 早在上个世纪 中国就已经拥有了众多的大型战机 而他就是凭借这一支空军力量 成功扭转了二战局势 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不列领空战 1940年8月13日 在德军战局战争先机的情况下 英军利用雷达首先拦截了德军 一次次的空袭 击落了敌方40多架的战机 此后德军不信邪 又把轰炸目标指向了英国空军的机场 但德军万万没想到 英军不仅早已知晓几方计划 还记录了90架战机 之后双方你来我往 到1941年5月10日 德军终于不堪重负 人生最后以德军失败而告终 据统计这一战争 英国以915架飞机的代价 记录了德军1900多架战机 因此 英国排名第七绝对是再正常不过了 外围最强十大空军榜单新鲜出路 日韩两国成功上榜 印度排名意外超过中国 碾压英法位居第三 而老牌法国空军为什么才排上第六名呢 在二战时 曾经有这样一支法国志愿航空队 经过跋山涉水 终于到了苏联莫斯科的 伊万诺沃空军基地 在这个战场 他们累计击落了比方273架飞机 这支小队就是诺曼底涅曼中队 也就是元素的法国空军 法国空军作为与英国皇家空军 一样的老牌 空军力量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它与其他国家不一样 法国空军除了没有美式装备以外 还在于它的战机 几乎全都是独立研制的 大名鼎鼎的幻影战机 就是它的代表作 法国空军共有658架飞机 其中有300架都是幻影战机 阵风战机也有95架 可别看法国的武器装备比不上美国 自从它的幻影战机横空出世 就凭借着其强大的性能 赶上了美国同类型战机 并且成绩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因此可以说 幻影系列是法国空军 最为满意的作品了 法国空军同时还拥有 11架C1602运输机 和89架军用直升机 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空军力量中 都是显眼的存在 第五位是日本空军 很多人都会感到好奇 日本不是不被允许拥有军队吗 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 二战结束 日本签订停战协议之时 就已经不被允许拥有军队了 但架不住小日本狡猾的个性 把日本空军偷梁换住 变成了日本航空自卫队 说是自卫队 但是它在2013年 就已经拥有了5万人的规模 并且配备了92架F5战斗机 27架RF41JU02侦察机 和多架空中预警机 最重要的是 日本已经拥有了147架先进的F35战斗机 这一数量仅仅低于美国 由此可见 它的空军实力显然已经超过了 许多发达国家 第四位是身处发达国家行列 但面积却很小的韩国空军 虽然它的面积很小 但由于韩国空军 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因此我们很容易会忽略它的真实实力 但是我们可不要忘了 韩国可是发达国家 它的空军力量想来也差不到哪里去 前韩国空军人数为52000人 拥有各种类型的飞机 超过了1500架 其中有62架F15K战斗机 180架F16CD猎鹰战斗机 和其他电子战机 运输机 教练机和直升机等 同时它还拥有防空导弹 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等 由此可见 韩国空军力量绝对不容忽视 世界空军哪家强 最近外媒新鲜出炉了世界最强 空军十大榜单 不过你一定想不到的是 印度竟然意外碾压英法 在了世界第三的位置 成功登顶亚洲第一宝座这个排名 让印度人集体沸腾 这次终于可以超过中国碾压英法了 排名第三的印度空军 即使战机频频发生摔机问题 但它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除了印度摔了很多的飞机 但飞行员死亡事故别不常见之外 还有一场大规模空军演练 证明了印度空军到底有多厉害 早在2004年 美国与印度进行了 代号为对抗印度04的 大规模空军演练 这一次演练中 印度派出12架苏30MKR米格21 赢2000和米格29对抗美军的 4架F15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令美军引以为傲的F15 居然以1亿 19的成绩惨败给了印度的混合编队 可以说是美国的奇耻大辱 甚至惊动了当时的美军国防部 让其调整了自己的训练模式 这还不能说明 印度空军实力有多强大吗 目前它的战绩数量 已经达到2100架 印度空军兵力人数 多达13.3万人 其中就包括6个防空导弹连队 和22个雷达中队 此外由于印度自身工业发展不佳 因此它所拥有的 大半以上的战绩 国是从其他国家采购的 其中就包括 来自法国的49架 幻影2000战斗机 和俄国的80架米格29战斗机 可以说 印度空军完全是 东拼西凑组建而成的 不过这也很符合 印度阿三的形式作风 而第二位那一定是 俄罗斯空军了 2019年12月 美国有消息称 俄空军在叙利亚的如此 打出你的实际行动 让美国都感到十分惧怕 而俄罗斯空军方面表示 俄罗斯已经歼灭 8万5千凶残的武装分子 并且捣毁了500多辆坦克 和大于2000辆装甲车 同时还摧毁了 大批的导弹和武器库 这就能看出俄空军的实力了 他作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 素有战斗民族之称 除了自身实力 本就强悍之外 俄罗斯还继承了老大哥 一半以上的就是力量 由此可见 他有多正规和彪悍了 他与印度 东拼西凑的空军力量 完全不同 仅战斗机就有多种型号 拥有苏27苏 33苏35和米格29等 目前俄空军有大约4000架飞机 最重要的是 他还有全球仅三个国家才有的 战略轰炸机 俄罗斯空军绝对不亏 世界第二大空军武装力量的赞誉 排名第一的 当然是军事强国 美国空军了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就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长期霸占世界第一的宝座 在朝鲜战争初期 美国空军就摧毁了朝鲜坦克1221多辆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 美军共破坏了1000多架敌方飞机 上万门大炮 20多万辆卡车这数量实在是惊人 目前老美拥有13000多架的战斗机 其中就有460架的F-15和大约1000架的F-16 这仅仅只是老美飞机中的一部分 还没有包括美国其他部队所 配备的飞机 同时它也有种类繁多的运输机轰炸机 侦察机和预警机等 这些随便拉出来一个 都会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 更别说美国还拥有一款 长期在各项轰炸机排行榜中 霸占榜首的第二幽灵轰炸机了 这款诞生于上个世纪的轰炸机 即便放在现在也毫不过时 因为它真正的做到了隐形 而它强大的战斗力也是 其他国家轰炸机比不上的 据说它一家的价格就花费了24亿美元 由此可见老美的实力有多彪悍了